同学们好 我是张宇 今天我们开始讲高等数学的全程课 先讲高等数学上策 我们讲一下引言 引言主要谈这么两件事 第一 内容安排 我们整个高等数学考研的全部的内容 我们可以分成八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极限内容 这个内容的话在考验当中 现在一般来说是四分小题加上十分的大题 大家知道这个十分大题是近几年来 研究生考试特别爱考的地方 特别爱考的地方 像2018年考过的压轴题 就是考到这里的数列极限的问题 像2017 2016我们就说近三年考验 每一年的压轴题都涉及到极限部分 而且我倒特别想提醒大家 特别涉及的是关于数列的极限的问题 这是一个命题的重点 也是一个命题的难点 我一再强调 数一数三的极数问题 其实跟数列是有极大的相关性的 是不是啊 数二同学的数列是必考无疑的 所以我们在数列上要多下功夫 这是我们说的第一点极限问题 那么接下来呢叫一元函数微分和一元函数积分学 那么二和三这两款呢 我们打算把它放在一起来给大家讲 叫一元函数微分 这个是高等数列上次的主体了 主体内容 这个把它们穿起来讲 经过这些年的实践 证明效果很好 那就是说 我们不再按基础阶段 大家一张一张的复习 那么这种全程的给大家做的这种强化总结 它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 要打通知识之间的联系 所以机会有比较高的强度 当然也会有非常内在联系的这种阐述 和解释 你需要把它认真听懂 比方说我们先讲什么 所有的概念 所有的概念 医院微疾分里所有的概念穿在一起 你会发现导数和积分 它的概念是紧密相连的 那么如果你在自己学的过程当中 或者在基础阶段 我们这样讲的 先讲所有的导数问题 然后再讲所有的积分问题 那么你又把它俩都割裂开来了 但是基础嘛 它当然有要循序渐进的过程 你先要懂什么叫导数 什么叫积分 那么现在呢 这个大家连来一起讲 你会发现 其实啊 完全是一个事情的两个方面的阐述 一个正向一个反向 可能这是你的理解 但实际上是这样吗 考试怎么考呢 我们通过实际的分析 来给大家看 以上所谈 就是我们的高等数学上策 那么这个 医院函数微疾分的分值啊 这个就不一样了 数二在这会考极多的分数 你可以这样讲 因为数学二的主体知识 就在高等数学上策嘛 所以数二在这地方考的话 你说考到 因为你们数学二的 高等数学是112分啊 这个分值的话 你要说能考到60分70分 这个都不为过 甚至有年份能考到将近80分的样子 这个非常高的啊 那么数一和数三 高等数学一共是82分 那么在这块内容呢 因为下子还不少考点 所以这块内容的考试呢 一般说来会有30分左右 或者40分啊 30到40分左右的样子 大概是这样子啊 这个分值我就不写了啊 总之非常重要啊 极其重要 我们的高等数学上策就这么多 我们把它当作高数上策来讲 接下来 45678 是高等数学下策内容 我们简单描述一下 在讲高数下策的时候呢 还会详细跟大家谈 四是多元微分学 这块内容是不很难的 它主要涉及到一个小题四分 是什么呢 是关于多元函数微积分的基础问题 包括极限问题 导数问题 多元也有求导 对不对大家 多元也有积分 是不是啊 这基本概念要考一个题 再加一个固定规定动作 十分大题 就是关于偏导数计算和应用 这是这一部分 二重积分 这个毫不犹豫了 一般是四分 或者十分 二重积分是公共部分 唯一的 这个多元积分学的内容 大家听得懂啊 是公共部分唯一的多元积分学 也就是说数学二考到这儿 积分学就不考了 数学三考到这儿 积分学就不考了 对不对 就结束了 那只有数学一还要继续下去 好 到此为止 我们把这个四五叫 称之为叫做多元微积分 对吧 多元微积分 按照学科的体系来讲 到此为止 这门课应该结束了 大家帮我看一下啊 一是不是叫工具 或者基础 是吧 大家 我们用极限工具 研究这门课 所以极限是重中之重 接下来呢 二三叫一元微积分 四五叫多元微积分 按道理来讲 这门课就结束了 是不是啊 那你觉得接下来的布置 除了数学专场啊 你觉得接下来的布置 应该叫什么 应该叫学科应用 听懂吗 叫正门学科 微积分的应用篇章 用在两个章节上 第一章是微积分方程 这部分是微积分的使用 听明白没有 五五方程 这是一门数学学科的 如果你有数学系的同学 你可以问问他 有专门的一门课 叫五五方程 在大学期间的数学专业 叫常五五方程 到了研究生阶段 我们还有门叫偏五五方程 而偏五五方程可以作为 博士研究的一个方向毕业的 虽然是非常专业的内容 而我们考研数学啊 或者我们的微积分里面 只是涉及到其中的皮毛 所以叫五五方程 我们有常文方程 也有偏五五方程 它是五五方程 这部分啊 这几年考试也挺重要的 四分小题 十分大题 都有可能出现 到此为止 数学二结束 数学二就全部的内容 数学二自己记啊 数学二的内容到此为止 一共六大部分 你们只应用一个篇章 叫做五五方程 接下来 第二个应用的篇章呢 叫极数理论 我们大纲里叫无穷极数 而无穷极数是一个非常能够出彩的 我们不管是内容上 还是命题上 都可以出彩的 大家听好啊 我刚才说过了 数列学得好 极数才能学好 数列学不好 极数是不可能学好的 近三年 2016 207 208 连续三年 对于数学三 提出了很高的 关于数列和极数的要求 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希望数三同学 能在这加强复习 数一数二的同学 他并没有提高要求 因为本来就很难 所以理工科的学生 对于数列问题 你始终要把握好它 数一的同学 还要把极数把握好 那么数三 今年也要加强 这个方面的训练 这个内容啊 十分大题 四分小题 是一定都会出题的 好了 这样的话呢 到此为止 数学三的同学 就结束 这是全部数三的内容 一共是七大部分 那么最后一个就是谁了 数一专场 不叫专题 叫专场 意思看来这个内容挺多 对吧 挺多的 这里包括什么呢 包括一个复利液极数 Foreal Theories 这个极数是无数极数里 专题的内容 数三不考的 包括代数与几何 下量代数与空间解析几何 这是一个很复杂的一种 挺多的是吧 包括什么呢 厂论知识 厂论初步 应该是一个初步 包括像梯度 散度 旋度 方向导数等等 还包括什么呢 三重积分 第一型曲线积分 第一型曲面积分 第二型曲线积分 第二型曲面积分 这里面涉及到三大公式 包括Greens Formula 格林公式 包括Gauss公式 包括斯托克斯公式 S-T-O-K-S 斯托克斯公式 很相当丰富的内容 数学一 要单独拿出一天的时间来 专门复习这个 这是大家的内容 一共这么多 这是数一知识 好了 那么数一在这儿 能考多少呢 这个不好说 有的年发疯的 四分加四分 加四分 加十分 加十分 都有可能 最多的考过这么多 三道小题 两道大题 都是考专题 考过的 考过的 当然年份少的时候呢 也就一个小题 一个大题 也有可能出现过 不管怎样 好好复习 那么这个 所有的特色的问题 我们就把它说到这里 好了 下面开始 我们从第一章开始 先讲第一讲 极限问题 哦 我忘了提一件事 要求啊 我说要求啊 我想这个 忘时间 忘也正常 我每次都要提这个的 上课 一定要认真记笔记 这就是我的要求 这个理科学习 不是文科 不是话书的啊 虽然今年开始 我把这个讲义 给它详细的印在书上了 但是我说 该抄的一定要抄 该写的一定要写 明白没有 数学绝对不是看出来的啊 你说全程是看的 那是学不允许的 啊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大家注意这条啊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技术工作 要学会背笔记 这个讲义 是需要你背下来的 啊 因为这个讲义 不是讲义 这叫笔记 这个笔记 以前啊 你们的学长学姐 是全程抄的 我现在为了多讲内容 绝对不是为了省你的事啊 我是为了给你增加负担的 我是要增加这个笔记的内容 所以我把抄的题目 先抄完了 这样省时间 但是你不要以为我抄的东西 你不用再抄了 整个的笔记 合上这个封面之后 你是需要全程能够把它自己写出来的 把它背出来的 这是我对你提的起码要求 啊 呃 先记得住再说 啊 我们现在考研的录取 2018的录取和这个整个工作 已经长颜落定了 你们可以看看 现在考上的同学 很多同学啊 到微博上来啊 跟我告别 或者怎样 都会提一件事情 就是对于自己数学做题的一种反思 什么反思呢 我在很多场合都说过这事啊 去年 208年 你们觉得很难 好 大家都说很难 可是考场上的大题 至少有两道题 是出现在我们整个讲课过程当中的原题 包括我们笔记里讲一句的 你们可以看到现在考上的学生 自己的反思 我觉得啊 很多同学不太爱说话 因为很多同学在网上不爱说话 可是他最后走的时候 他呢可以表达一下这样的观点 我认为对下级的学生是有好处的 他们至少说明一点 学习要踏实 啊 不能走形式主义 你做过的题 一定不要再错误 做过的题要能记得住 实际上你这考试已经圆满了 观点问题 很多同学上了考场 明明之前学过的 笔记里明明躺在那的一道大题 他竟然忘了怎么做 看来 大家学习啊 不够踏实 啊 所以我说这个被这打引号了 其实是希望你啊 真正的把题目做透 记住 这才是复习的效果出的来 记住十个好题 比你做一百个题 一概记不住 那是要好得多得多的 所以先重置 再谈两 好 就说这么多啊 开讲白 下面我们开始 第一讲 先讲极限 核心考点 这跟我们基主阶段 复习的这个规矩是一样的 先写一个核心考点 我让学生拿什么来背啊 就拿这个背 你只准看这个 这一章讲了什么 讲了四大方面 第一个方面讲了什么 叫定义 哪些定义 出了哪些题 还能怎么出题 第二讲性质 几个性质啊 每个性质怎么出的题啊 出过什么题了 还能怎么出题啊 听懂意思没 你看到这个 刚举目章 就可以把这个笔记背好了 第三块就计算 第四块经营 这个跟基主阶段复习 大家应该是完全一样的 四大块 分支比例 我就不说了啊 我们 这个一条一条来看 先看第一个 极限的定义与性质 我们先把这个放在一起 来讲一讲 这几年考试 我们说这个 这块内容考得还是非常 这个丰富的啊 出的题目也特别好 特别好 如果是打开事情头一题啊 这个你还必须得会 所以当头一棒啊 如果第一仗打败了 这个士气啊 受挫是吧 如果七开得胜 那个蛮好的 所以啊 这个还是真的挺重要的啊 定义于性质 先看第一个 我们总结一下 函数极限 函数极限的语言啊 叫YΔ语言 一共四句话 XGX0 我们翻译成 存在Δ大于0 当X-X0的绝对值 大于0小于Δ时 对不对 然后的话呢 FX极限是A 这个我们也讲过了 是什么呢 认给Y大于0 一定会有FX到A的距离 小于Y 是不是大家 不管你给我 多么小的Y FX到A的距离 总比你给的Y还要小 以此来表达这个FX和A的 无限接近 大家这句话 要把它背下来 倒背入流 是不是啊 我们在基础阶段 给大家讲过了啊 这个极限 函数极限定义 一共是多少个 一共是四六二十四个 是不是啊 这是其中之一 大家要看着基础阶段的 课本或者讲义 把它整理好 这个说过了啊 我们不再重复 这个要 背好它 背好它 第二个 数列极限 这个只有一个 函数极限 说过了 四乘六 四乘四 但数列极限只有一个 只有一个 而且我们按照考试标准 只考那个 什么东西呢 N区无穷大 XN极限是A 那么N区无穷大 是这样描述的 存在大N大于0 当小N大于大N10 那么XN的极限是A 常常的道理 就是认给Y大于0 XN到A的距离 总比你给的一捧 还要小 以此来描述 XN和A的无限接近 这个只有一个 而且我们只考一个 按道理说来 这个A呢 也可以是无穷大 是吧 但是我们的实际考试不涉及到 所以我说一二 做一个简单的复习 这个大家应该都给我背好它 如果基础进来 你背熟悉了 现在就走一遍就行 如果基础进来没有背好 大家今天就要花时间了 这就是你的工作 凡是不熟悉的 今天好好背 把当英语单词一样背都可以 我待会就用得到 马上立题就用得到 第三 这是概念 接下来我们讲三大性质 你看这跟基础进来不同 我们把整个的核心考点 给大家捋出来 给它数捋出来 第一大性质是标号三 叫唯一性 如果Fx的接线等于A A存在的 则A B唯一 对不对大家 这是我们在基础进去讲过的 那么它的考点 在实际考试当中是什么呢 主要是这句话了 当x去x0时 大家知道 是不是叫左右有别 比记叫左右有别 或者叫正负有别 那也就是说 当x去x0时 我们认为它是双侧趋向 所以就会有x去x0负 和x去x0正 两个方向 是不是大家 那既然是两个方向 我们就要求 极限若存在B唯一 是吧 所以你必须保证 它的重要条件是 左极限存在 右极限存在 前都等于A 才能保证 这一点的极限存在 是不是大家 好 那接下来就有 比较丰富的命题知识了 看底下的柱 这个大家很熟悉的 第一种是绝对值函数 同学们知道 比如说当x去0时 大家知道x绝对值在分母上 这个极限怎么样 不存在 为什么不存在呢 我底下有解释 第一 当x去0负的时候 那么x绝对值打开之后 大家知道0负 是不是从0的左边去向过来 对不对 那么从负Δ到0 这个左边去向过来 这里的x都是小0的 故这个时候呢 去掉绝对值之后天负号 这样的话 三个x比x的极限是1 天负号 是不是叫负1 对吧 第二条 如果x去0正是0到Δ 它是从右边去向过来的 这里的x都是大于0的 那么这样的话 去掉绝对值 不添负号 三x比x的极限是假 是正1 这样的话呢 由于左右极限 左右不同 所以极限 总的极限不存在 是不是大家 再比如说 还有什么 再比如说 我们常见的Limit x是区限于0 Arc担任的x分之1 因为作为考试来讲的话呢 比较喜欢考这种了 x是区于0是吧 那么自然大家也会知道 如果x区于0正 请回答 如果x是区限于0正 那么这样的话 我的这个Arc担任的 区限解 同学们是知道的 x分之1是区正物凶是吧 Arc担任的正物凶是 区限于正的二分之派的 那么如果x区于0 负的话呢 我们自然也知道 这个时候x分之1 倒数是负物凶了吧 Arc担任的负物凶 是区于几啊 负二分之派 所以这个极限也是不存在的 对不对 常考的几个素材 你把它搞清楚 还比如 我们还有就是Limit x区限0 e的x分之1 是吧 这个也是常考的 如果x区限于 如果x区于0正 说 这时候e的x分之1 去什么 是不是正物凶 因为e的正物凶 是去正物凶的 是吧 这时就不存在 特殊的不存在 如果x区于0负 那么e的负就去几 区于0 这是存在的 这个是存在的 主要是这三个了 一个是绝对值函数 一个是绝对值函数 u的绝对值 一个是Arc担任的u 把三角函数 一个是指数函数 e的u此方 这三个作为命题 常考的命题素材 大家需要最后总结 在接下来 整个的复习过程当中 凡事涉及到 必须分左右的 请大家要搞清楚 这是我们说的 第三个考点 叫微信 第四个考点 叫局部有界性 这个定理啊 我们在基础阶段 也给大家讲过 证过了 这个结论是这样的啊 如果x去x0时 fx其限制是a 是存在的 则在曲线过程中 那这句话啊 整个这句话 是不是翻译成x去x0 是要不是啊 整个这句话 翻译成x去x0 则在曲线过程中 它对应的是什么 是这个字啊 叫局部啊 注意啊 它对等的是局部的意思啊 什么叫局部 答 局部就是指 曲线过程中 这个有界性 可不是无条件的有界 这个唯一性 是无条件的唯一 你听好啊 极限若存在 必须唯一性 听懂没 这个唯一前面 是不附加任何条件的 你的结果 只要存在 必须是一个确定的数 是不是啊 但这个有界啊 它不是指的 任一位置有界 它不是无条件有界啊 它必须是在 趋向过程中有界 对吧 则一定存在正数 使得fx绝对值 小于大M 所以 极限若存在 函数必有界 是这句话吧 极限存在 函数必有界 但中间 别忘了 这样的话啊 它一定是在 曲线过程中有界 这句话 一定 一定勿忘 去写这句话啊 千万不要忘记 写这句话 你如果直接说 如果极限存在 则一定存在大M 使得函数 绝对值小于大M 你这句话 大错特错 没有趋向过程 何谈有界性 所以叫局部有界 明白了没有 有一年考大题里面 出这种 你要学生写 而且数学三的考卷里头 很多同学忘记写这个趋向过程了 这个扣分是很严重的 解答题 才能真正展示你的 这个基本数学概念 第五个叫局部保号 我就问一下了 什么叫局部呢 回答 答对了 同样这个道理 看看啊 局部是指 曲线过程中 是对是吧 千万不要忘记曲线过程 千万不要忘记曲线过程 好 我们来说一下啊 这个 我们在这个 今天啊 给大家做个全面总结啊 请同学看好了 所谓的局部保号性啊 基础阶段 我只讲了前两个 今天啊 我们给大家做整个的这个总结了 我想四行都说 一起来啊 看好了 如果极限存在前大于零 看到这句话了吧 我们前面讲的极限存在 极限存在 则A具微性 极限存在则具有局部保号 局部有界性 是吧 现在我们说一下啊 如果这个A还跟零 有确定的大小关系 所以是吧 是大于零还是小于零都可以的 那么这样的话的话呢 则一定在曲线过程中 Fx也大于零 看到这句话了吧 我们把这个称之为什么呢 这个大家都知道 我们把称之为叫做 我把这些擦掉了啊 不要宣兵夺主 我们把它称什么呢 叫做极限的脱帽法 从这儿到这儿叫做脱帽法 我用这个笔记本啊 用电脑去写会有好处 因为这个颜色太多了 各位没有 你就红笔黑笔两种啊 反正我写其他颜色的 你可以直接用红代替 好不好 或者你有其他颜色也可以 脱帽法 大家是不是脱帽法啊 各位看这儿 原来是Fx 是不是戴这个极限的帽子啊 现在是不是把帽子扔掉了 很潇洒啊 极限的帽子扔掉 依然具有大于零的性质 这叫极限的脱帽法 再来啊 同样道理 如果极限A是小零的 那么则Fx也小零 扔掉帽子依然小零 是吧大家 这一段叫脱帽法 我们用的非常多 用的非常多 在基础阶段给大家讲了很多题 同学们做了很多题 都是实际到这个问题 待会我们还有理题 还有理题啊 还有理题 这叫脱帽法 那我接下来 还有一个戴帽子的 请看推论 这个戴帽子的过程也挺重要 也挺重要 如果存在戴的大零 当X100的绝对值大零小 大零大零 各位 这是不是还是那个 叫局部的意思是吧 局部啊 局部趋先不成重 如果看到了啊 Fx大于大零零 我说没有戴帽子 是吧大家 没有戴帽子啊 我说如果Fx非负 且 注意这个词啊 且戴上帽子之后 极限存在 看到这句话吗 这是什么逻辑啊 同学们发现没有 摘掉帽子 不需要加这句话吧 人家说 极限存在大零 则脱掉帽子 函数必大零 这里是什么默认的一点 脱掉帽子 必然存在 Fx 是吧 存在才能跟零比大小啊 不存在怎么比大小啊 是吧 我接着说你听啊 极限若存在 函数必存在 看懂了吗 就这个意思啊 我如果戴着帽子的这个人 是存在的 扔掉帽子 我肯定是存在的 明白吗 这是一个默认的逻辑啊 但你看底下这个啊 我没有戴帽子 各位 大一点 是不是说明我先存在了 但他强烈啊 且戴上帽子 要存在 看到没 看来 我是函数啊 函数本身即使存在 戴上帽子 戴上极限的帽子 不一定存在 你同意吗 这个太正常了 极限不存在 很容易理解嘛 对不对 你给我三元X 三元X处处存在吧 但是limitX区正无穷 三元X是不是就不存在了 这很容易理解是吧 但是你给我找一个极限存在之后 你扔掉极限 含处不存在 那是不可能的 必然是存在的 明白了没有 所以这个戴帽法 来比较 这个底下这个东西呢 叫戴帽法 写在这了啊 这个是戴帽法 戴帽法有前提 首先戴帽子之后 你得确定它的存在性 这一点挺好啊 希望确定它的存在性 所以我把它说完了啊 说如果函数在局部大于点零 且它的戴上帽子之后 极限的帽子之后存在 则这个极限必然大于点零 反过来 如果FX小一点零 那么戴上帽子之后 极限如果存在 则A小一点零 大家注意 这个推论比刚才 这个推论比刚才的定理 还区别在哪 大家看是不是多了个等号 发现没 刚才那个是不是严格不等号 是还不是 底下现在是不是叫非严格不等号 请大家牢记啊 给我背一下来 一个符号不准错 考试特别爱考这四行 而且挺好的不知道考哪一行啊 不知道考哪一行 哪行都可以 如果在形式上 你把定理和推论看成是逆否命题 在形式上也是完全可以配合起来的 是不是 当作逆否命题看 也是完全可以配合起来的 能听这个意思吗 所以底下有等号 底下有等号 你上面比如说 你上面是小一号 它的对立事件 我底下是不是叫大于等于号 对不对 小零是不是叫大于点零啊 对立事件 是不是 那么如果上面是大于零的话 底下是不是就小于点零啊 是不是 你可以当作对立事件的形式去记 总之 给我记住了 这一段就不需要大家证明了 我们基础间的给大家证过了 现在您会背下来 好好去用 那么谢谢 感谢 and 感谢 y anche 请不吝点赞